Sup 哈囉大家好 今天歡迎來跟大家分享 四種運動相機的設置方式 幫助各位在戶外運動的時候呢 能更好的去拍出更好的畫面 OK 我現在的話 人在北大湖的山頂 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我穿我的新衣服 好啦 那我們跟你開始 Let's go 好 然後現在雙肌位互打 好吧 頭上打我的這個GoPro子 我來拿就好了 OK 那這一組呢 是我的口播主 就是講話啊 這些情況啊 收音應該是這個最好 那這一組的話呢 是滿足我在 可能好比說 我們上了山頂 然後我需要一些講話的畫面啊 講話的內容啊 或是我在纜車上 跟大家講話的這些畫面啊 我都是用這支去拍攝的 那GoPro Borota呢 它的按鈕會變得非常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有藍牙連接 電池的電量的顯示 然後還有這個 錄製鍵跟開關鍵 戴著手套就很方便去操作 但是大家要記得 你把煤梯組裝上的話 煤梯組是不防水的 所以千萬不要帶下水 還有你在滑雪的時候 你也要注意一些 雪的 跑進去啊 之類的 這個你也需要去注意一下 BOTA它下面等於 GoPro四顆電池 再加上GoPro自己本身 所以這一整組 等於有GoPro五顆電池 所以你其實不用太擔心 它的續航問題 你幾乎一天就用這一根就好 來敲一敲 Nice OK那我桿子就不拿啦 我們慢慢滑 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 我們自己也要收住核心 其實收住核心要邊講話 還是挺辛苦的 真的 要邊滑還能邊拍攝 不容易耶 所以大家看到那些充滿的 攝影師是真的有難度耶 好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GoPro Max 不管是運動啊 攀登啊 攀岩啊 復步啊 登山啊 我覺得 GoPro Max 全景相機是 我覺得 我覺得是最好用的一個全景相機 在運動的時候拍攝 真的你不需要去想什麼角度啊 構圖啊 曝光啊 什麼的 反正你就打開它 就是拍 它你要的畫面 它都有 因為它是360度了 那GoPro Max的話 你只需要去控制它的高與低就好了 雙版我們如何去拍的比較好看一點 如果我們是雙版在執行GoPro Max 拍攝的時候呢 我不建議啊 我不建議大家握肝底 因為握肝底的話 你會 重心會很難去控制它 而且 你的手掌的力量會很不夠 對於女生來說 就會非常的吃虧 握中間 你找到一個平衡點 舒服的拿著 對 你就只需要這樣握著肝子 肝子會直接純純的隱形在你這個畫面中 都會不見 我覺得比起你這樣舉著 這樣舉著的畫面 我覺得並不是特別好看 通常是要往前放你的畫面才會比較好看一點 或是往後放你的畫面才會好看一點 對 握到一個最舒服的方式 再去配合著你的滑雪肝 這樣 這樣握的話就非常舒服 也不影響你滑雪 你要用肝子也是用肝子 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拿GoPro Max 來給大家試一下 OK 好 那我們出發啦 好 那我先來跟大家分享我頭上的這個設置 這個設置是第一人稱視角 我在頭盔上貼了一個GoPro的貼片 所以我每一次要拍攝第一人稱視角的時候 我只需要把這個GoPro直接這樣 從飛包裡拿出來快速的一裝 就裝上去了 對 那這個呢這樣拍攝效率是最高的 我覺得這一組拍攝效率是最高的 因為很多第一人稱視角 我都可以直接透過它完成 那我也不需要去顧慮太多 那拍攝起來的話就會非常方便 而且拆裝都特別的快 如果每一件一拿下來裝上去就好 大家可以注意看到 我的這個桿桿 小桿桿 在另外一邊 電池拆換在這邊 大家記得在安裝你的GoPro的時候這個桿桿 安裝在你的這個電池艙與記憶卡的對面 不然這個電池艙和記憶卡 硬打開的時候會卡到這個桿桿 對 所以你就反著裝 反著裝就不會卡住了 這樣你在裝與換電池的時候 就會變得非常的快速 因為我們在滑雪的時候 更多時候是會戴著手套 你會希望說你在操作你的設備 希望更輕鬆舒服一點 對 所以OK 然後上面這一組是GoPro10 配上這個MAX的廣角鏡頭 因為你需要廣角鏡頭 才會有這個第一人稱的衝擊感 再來這個廣角鏡頭呢 可以讓你做地平線矯正 它的這個穩定性 就會比一般的穩定還要再強很多 像GoPro10它的穩定只有到Smooth 4.0 那GoPro11它有到Smooth 5.0 對 反正GoPro11肯定要更穩一點嘛 但是GoPro10你也可以透過這個廣角 增廣鏡去增加它的穩定性 而且地平線穩定會比GoPro11的Smooth 5.0 還要來的穩 所以會選擇這一組GoPro10來去做這個 低人稱視角 那當然呢 這個廣角組也可以接在GoPro11上面 如果大家只有GoPro11的話 也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配置 好 那這個就是我的第一人稱拍攝視角 然後我等一下再滑一趟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一組設備 哇這個滑冰了真的 雙版對於冰的 雙版對於冰面是非常友好的 不會說 太難受 好的 然後呢 這一組 這一組GoPro11 mini 大家可以看到它設計 非常非常的有趣 它沒有任何電池的設計 它是直接離電池內置在這台GoPro裡面 那我拍攝這幾天下來 我們的平均溫度大概在-5到-7 然後現在是陰天的一個情況 然後像GoPro它可能會有冷當 這種機率是蠻高的 冷當機或熱當機 然後GoPro大家可以看到 GoPro mini它這裡 有散熱的這些設計 就是防止冷當或熱當 那這幾天用下來的話 它第一個它沒有掉電 再來熱的時候 持續拍攝的時候 它也沒有當機 這個就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這組GoPro11 mini呢 是我的機動組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它很機動 它-它有很機動嗎 我確實很機動 好你說我現在 我第一人稱視角它沒電了 我可以直接把這台拿出來 拆下來之後它就是可以咬的 它就還是第一人稱視角 那GoPro11 mini它有hyperview 所以它有超廣的 12毫米端的這個廣角 hyperview 它的設置的話 大家可能要去習慣一下 因為它沒有大屏幕 這可能會比較適合 專業的GoPro使用者 才會使用這台GoPro mini 它除了下面這個轉接處的話 它中間這裡 它中間這裡 它有轉接頭 有一些視角 像胸口的第一人稱 如果你這裡有這個背帶的話 它可以更貼近你的身體 它就不會說 像這台可能會亂跑啊 之類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的話 它因為這個 它可以變得更穩定 更多的轉接方式去玩這個花樣 我把它的這個快裝板 黏在一個夾子上 然後對面的話 也是GoPro的一個 裝的一個地方 OK 然後我們只需要這樣裝上去 把它固定好 我就可以夾在任何地方 像我有背包的話 我就可以夾在背包上 做我一個後面的視角 假設如果你是滑雙板的 它這裡有個頭有沒有 你可以直接 夾在這裡 你就變成自拍杆了 嗯 這個好 你就可以這樣幫人家拍攝 這個方案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動 與不錯的 這樣一夾就可以去使用了 如果大家是滑雙板的話 夾在手指上也可以 這樣滑也可以 不太會 就下去然後手指凍傷 對 因為沒有溫度 對 OK 但是這樣夾還挺穩的 OK 指數比較痛而已 嗯 那這些相關的配置呢 我都會在文案的這個地方 給大家整理好 那大家可以去 直接照操作業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 如果大家覺得 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關注分享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囉 Peace out